第十二季的SPL 战況超級烈 例行賽打到最後一天 季後賽的對戰組合 才終於塵埃落定 而在第一輪當中 到底是握有一剩優勢的台皮和玉龍 可以親戚過關 還是台銀和金九 能夠逆轉戰局 場上的勝負當然是打了才知道 不過在打之前 先來聽聽看專家怎麼說 例行賽第四的玉龍 在第一輪要碰到 例行賽第五的台銀 其實我覺得這兩支球隊的實力 非常接近 那我想四對五的MATCH UP 也是任何職業運動 最接近的一個組 那台銀的部分呢 現在比較麻煩的是 少了年度MVP 孤身最高人選的陳正祥 那阿翔的傷勢呢 恐怕也不可能在季後賽 立刻歸隊 這對台銀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如果說要選一個XFighter的話 台銀這邊我會認為是 可能會在張柏惟 或是陳柏惟的身上 X英姊的話 我覺得就賀夫 賀夫如果說同樣 他發揮這種 1到5號位的 這種搖擺人打法的話 我覺得在這個對戰來講 我更是看好是玉龍 他會在這個對戰方面 能夠勝出 那我覺得他可能會 以3比1的一個情況 來進入到了最後的一個 這個準決賽的情況 在這個系列賽 我認為玉龍隊很有可能 就是拿兩勝 然後就是三勝零敗 接觸這個系列 來銀一個陳順祥 今年有機會問�鼎 年度MVP 不過他的傷勢 讓台銀的季後賽之路 陷入陰霾 至於另一邊 酒國英雄台啤和金九的較量 絕對不是比誰的酒精濃度高 而是要看誰能夠冠島會吧 那我想在以整體陣容上來講 還是台啤呢 在各個位置 他的人手比較齊全呢 台啤 在一個對戰應該是 實力上面會戰機上風 我滿期待是金九的一個表現 因為金九其實 但是他的一個爆發力是滿強的 那還是取決於在金九的幾名的 幾名的一個我們剛講到的是老將 比如像陳靜桓的《傷勢》 到底到底要怎麼參加 還有化而楊哲宜 甚至許浩誠 我覺得在這個組合當中 雙方的X Factor 金九我認為是他們的後衛群 應該說年輕的後衛群 那至於在台幣的部分呢 關鍵是在於 很關鍵的一個人物 還是在Oberian這個點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人物 我看好是劉貞 因為劉貞他如果在這個 對戰裡面來講 能夠達出他的一個水準 因為我們所有劉貞 他的一個破壞能力 還有他的一個組織的能力 得分能力來講 從目前來講有漸入佳境 我覺得在這個系列賽 台啤在擁有一勝的情況下 兩位會至少打到第三場 也就是台啤會贏兩場季後賽 然後金九會贏一場季後賽 最後台啤就是三勝一半勝出 三比一的一個情況 然後台啤會在這個對戰裡面勝出 看來力群主播和專業酬評 李云翔都看好 或有一勝優勢的台啤 可以在第三戰就把金九灌醉 三比一晉級 不過兩個人也有彈輸 這就是台啤給預防金九的 本土三寶 保而揚哲宜 把環城靜環和浩呆許浩塵的爆發 以及散漫的Patrick O'Brien 守不守得住本季最佳洋將 呼聲最高的Brian Davis 否則 金哲有機會在台啤身上上演 老六傳奇 來給蔣燕 蔣燕潔入之後空中找來 然後左手上來 很危險 蔣燕這時候打起來 有沒有像Averson的感覺 非常像 空中換成了左手 你看這個身體裡面 崭新跟協調性 這就完全崭新了 現在台啤 才比2、3區連防 藍地下雙手灌籃 陳冠犬 陳靜環漂亮的一個助攻 對 現在這一灌 正要把陳冠犬的精神灌起來 小悅 無頂嘗試 機會沒有 PEL 雙手是第一時間把球塞進籃框 對 只要PEL不要離開 進去 他的拋力很強 在分出來的時候 發生失誤前面 達西有快攻的機會 周宇翔給到PEL 兩人小組的合作 雙手爆扣 球迷進場就是為了看PEL 這樣灌籃 這覺得差一點 擦槍走火 他拋的時候碰到籃框 如果再偏一點的話 這個PEL抓不到 球掉 那毛夾再球回來 毛夾的Budger Beater 這個球進了 算不算呢 第一時間裁判說好球 三分多鐘的時候登場 結果他在第一節尾聲 空間的一個Budger Beater